多倫多市政府备受争议的如次禁令被安省法院推翻之后,市议会今天以大比数通过不会上诉。 陈善宜报道。 安省高等法院早前裁定多倫多市政府月权判如次禁令无效,市政府以39票比3票通过不再上诉。 由于上诉胜算不大,支持如此禁令的市议员王蔚文说,市政府决定合理,但就应该根据法定裁决重新修例,缩宅范围,集中禁止商铺售买如期。 市议员德福特较早前就表明,不会支持修例,认为不应该限制市民食用如次。 维权公议联盟表示,未来会密切留意市府必要时再参考法律意见。 我们会征证律师的意见,只要他在法律上容许他们这样做,我们尊重加拿大自由法制,我们尊重加拿大整个法治系统,我们是不容许有部份的人超越他自己的权范,做一些影响我们生活的事。 市议会就重新,目前在市内食用和售卖鱼翅都是没有问题的,他们将会等待卫生部门进行更全面的研究,检讨今次对社区带来的影响,最快要等到6月报告完成之后才会决定下一步的行动。 好了,我在市议会的报道是这么多,先将时间加回给直播室吧。 谢谢你,陈善意。